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又再度來到永和這邊的桃園街強哥牛肉麵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地址我會打在資訊欄 左邊這邊寫真正四川味飄香一夾子 旁邊也是牛肉麵店 對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便當店叫金米王飯包 自餐區就是有兩個湯頭 雖然已經開幕一陣子了 但是當初開幕的花還在這邊 用餐區就可以做蠻多人的 老闆娘你好 這邊牆上就有寫關於這一家牛肉麵店的故事 可以按暫停鍵看一下,或者是自己來看 那這個是他們全部的品項 目前還算平價 一百是其實以牛麵來講不算貴 那今天我就吃吃吃看之前沒有吃過的紅燒牛肉細粉 那小菜區每盤三十塊有蠻多種的 那一次先造一種好了 那這個就是很令人懷念的外省式的泡菜 它就酸香酸香的,是那種天然發酵的泡菜 上次有講過,它裡面應該是會有放一些花椒粒這些東西 好吃蠻開胃的,然後味道就蠻傳統的風味 其實乍吃之下,出入口不會覺得說這個泡菜很好吃 我小時候其實也沒有很喜歡吃 但是長大之後就是會越來越懷念這種味道 它就是一個傳統風味,自然發酵的味道 那攪久你就會覺得它蠻好吃的 酸香酸香的,然後慢慢才會有一個甘甜味 好吃,然後就是讓你會蠻開胃的 嗯,然後好吃 因為上次分數平過,所以我這次就不平了 就是那種很傳統的風味 好,這個桶子照一下 裡面就放了蠻多種 蠻多種掉,但是花椒粒應該是撈掉了 再來是這個小魚辣椒 那因為才30塊,所以它的份量就稍微少一些 但是這也是正常的 嗯 它是甜甜鹹鹹的口感 也是那種很傳統的味道 嗯,好吃 我記得之前影片應該是沒有吃過小魚辣椒啦 應該是沒有 嗯,好吃 應該只是小小辣的感覺 嗯,好吃 它是那種丁香魚,就越嚼越香這樣 嗯,然後分數我覺得是90分 蠻好吃的啊 嗯,越嚼越香這樣子 嗯,好吃 它這個還蠻適合配個啤酒來喝個兩杯 哈哈 就很傳統的牛肉麵 嗯,好吃 很傳統的牛肉麵店的小菜 好,那就推薦各位吃吃看 蠻好吃的 那這個紅燒牛肉麵細粉就好了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好,上次有講過它牛肉覺得 用料還不錯 感覺就是用本土的牛肉 然後 好,現在吃吃看 嗯 喔,很好吃 蠻入味的,然後牛肉也 蠻好吃的 帶著一個牛肉新鮮的鮮甜味 喔,好吃 剛好我最近天氣有點冷 所以吃這個牛麵熱呼呼的吃是覺得蠻不錯的 嗯 然後湯頭上稍微浮一層油 就感覺比較像是老式的牛麵的做法 鹹香鹹香的 然後帶著牛骨湯的甘甜味 嗯,好吃 這個是,這個是細粉的部分 好,細粉蠻Q彈的不錯 軟Q軟Q的 跟牛肉麵也很搭配 好,那我這次覺得分數也還是95分 很棒 都在水準之上 很好吃 好像140塊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這次我就不加酸菜好了 就沉脆的味道到最後 喜歡加酸菜就自己加 嗯,好吃 好,久久沒來吃 覺得很好吃 好,牛肉也蠻多塊的 其實在永和就有蠻多好吃的 餐廳跟店家可以找到 好,很棒 嗯,嗯嗯 嗯,嗯嗯 嗯,好吃 好,那覺得跟某間名店比起來的話 就是 這個比較像 那一家名店我小時候有吃過 比較像我小時候吃的那種口味這樣 某家XXX名店 嗯,好吃 好吃 好,牛肉都 軟嫩 軟嫩軟嫩 然後還稍微帶點筋這樣 好吃 好,那這家店有很多我的M粉有來 有來造訪過 那你們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你們應該感受都不錯吧 好,這家牛肉麵真的還蠻好吃的 嗯 好,湯頭也很棒 然後分量剛剛好 這樣一碗剛好吃的 飽飽的這樣 吃起來讓人很滿足的感覺 好,那就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牛肉麵細粉也很好吃 好,賺到了 這我老婆不吃所以給我吃 然後細粉吃完之後 牛肉就照得更清楚了 有,有筋有肉 然後切的厚度很厚 然後切的厚度很厚 算是厚切 超讚的 吃起來很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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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筋也蠻滑的 如果這個時候有個啤酒來配會更好 但是我要上班了 哈哈 好,好吃 好,那最後老闆辛苦工作樣子就拍一下 老闆好久不見 你好,好久不見了 嘿 OK 有粉絲講說 您跟另外一家牛肉麵店是親戚 還有一家牛肉麵店 哪一家 說還有一家跟您是親戚關係 牛肉麵店 哈哈哈哈 這樣 好,OK 沒有啦,還有一家十季牛肉麵店 十季 公館那一家 公館那一家 可能是說那一家 很大的 那總而言之就是真材實料的感覺 那大致上是這樣 好,那最後就是這一間牛肉麵店的名片 桃園街強哥牛肉麵 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57號 星期二公休 好,那這邊有價目標 我覺得算平價的牛肉麵 但是還蠻好吃的 然後是那種傳統的老味道 就是 叉叉街牛肉麵 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那各位來就祝您用餐愉快 掰掰